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曰 色力而内忍 辟诸小人 岂由穿鱼之道也鱼 这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叫色力内忍 这就是后来的一个成语 色力而内忍 这个色就是外表 脸色外表 力就是严厉 忍的意思是虚弱 就这个人虽然外表看着凶恶严厉 但是心里边很虚 这就叫色力内忍 这是说的是那种什么样的人 内心慌 内心不安 但是表面上装 对吧 内心慌表面装 这也叫色力内忍 然后孔子打了个比方 孔子说 如果用那些小人来打比方 这里的小人也不是说道德败坏的人 而是说那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人 就是这种普通人 对吧 就是就像干什么呢 就像是那个爬墙 挖洞的这个小偷 叫穿鱼之道 就是一个小偷 他去别人家偷东西 他要挖洞 对吧 这个穿就是 就是就是把它凿穿挖穿嘛 鱼就是洞嘛 墙上的洞嘛 一个小偷 去偷东西的时候 要凿洞 挖墙凿洞进去 你觉得他大胆吗 他不大胆 他胆其实很小 但是他表面上要装出很凶恶的样子 实际上他很害怕 他如果不害怕 他挖什么洞啊 大门大摆大摆的砸门进去不行吗 对吧 为什么要这个穿鱼之道 对吧 为什么要挖墙 挖洞 钻进去 本质上还是因为害怕 怕被人发现 所以这个就叫色力而内人 当然孔子讲的是内心当中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勇 真正的威严来源于 他内心的安定和勇敢 和信念 而不来源于他表面上装出来的那个样子 这是17.12 讲的这个内容 我看下来是一个人的 我来说 我来说